Hello大家好 我是摩爾投顧的程訊研分析師JR老師 歡迎大家收看這個禮拜 我們每週一股的深入解析影片 好 那這個禮拜 我們就針對最多投資朋友詢問的 這一檔2606的育民來做解析 那我們過往在影片裡面跟大家聊股票 其實要去判斷一檔股票的格局 最重要的現階段 就是看它的季線半年線 能不能從下彎到糾結 然後拉出一波交叉翻揚向上的走勢 大家可以看得到 最近來講的話 不論是任何的強勢股 或者是從底部翻漲起來的股票 共同的現象都是在這邊 所以現在大家你會看到就是說 反攻起來的股票 你會思考兩件事情 第一個你手中在去年有被套牢的 現在你會想知道 未來有沒有時間來做解套 那當然現在來講的話 你如果對於這一檔育民空手的人 因為上個禮拜表現還不錯 有一個大漲的長紅棒 那後續雖然呈現一個震盪 但是畢竟股價出現一段的頒漲 空手的投資朋友 現在也想要了解說 我那現在60塊的股民到底還能不能買 畢竟他的股價低點現在是在33.6元 現在已經漲到60塊了 這邊還適不適合買這樣子 好那當然了 一檔股票從底部翻漲起來 他的公式能不能再向上去做延伸 最關鍵的就是在於法人的籌碼了 我們可以看得到 域名這一檔股票有一個特殊的現象 那這個特殊的現象也許 大家你可以去觀察一下 航運跟鋼鐵這兩大傳產類股的族群 現在大部分都有出現一個相同的狀態 就是外資跟投信雙支對坐的狀態 這邊來講的話特別跟投資朋友提醒一下 除非你的鋼鐵股 他是有踩到瘋墊的題材 你才有辦法看到外資跟投信 他是雙支鎖碼同步做多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域名這一檔股票是外資 去年的12月下旬開始 去降低他持股比重 即便他股價往上去做翻漲 但是外資在這個禮拜 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 並沒有一個大力的去做買超的動作 那反而是投信從去年的12月下旬開始 拉高持股比重一直的到現在來講的話 完完全全是在域名的身上是有琢磨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非常明確的 雙支的對坐是從整個12月的下旬 去年12月下旬 比較有趣的 我們如果從技術面的角度 可以去看到雙支對坐是從技術面 什麼樣股價 反彈漲到年限扣底值 這一條242M開始的 雙支對坐是從242M年限開始的 所以眼前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必須要提醒一次 你手中的鋼鐵股 如果沒有踩到風電題材 一樣你也會跟散裝航運的股票 遇到相同的事情 就是一個買一個賣 雙支是呈現對坐的狀態 好那當然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在LINE的這邊留言詢問 玉米最多的投資人 是比較關心70塊 70塊 比較多的投資人關心70塊 其實我們也可以很快速的從技術面下去看 日線獨家來看70塊剛好是什麼 玉米的天險區 玉米的天險區 剛好就在70塊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你套到70塊 或者是你手中 還有玉米在70塊以上的投資朋友 你現在可能要比較關心的是 這個人股票 現在供上了60塊 後面有沒有辦法讓自己解套 對不對 我們就聊到一個很重要的 現在來講的話 投信沒有問題 在第一季的部分 他是有針對玉米的部分 來做一個拉高持股比重 也就是說投信作帳的部分 第一季作帳 應該是沒有問題 是有選擇玉米的 後續玉米的公式 要不能公到70塊 那很明確的 就是變成是看外資的 外資的臉色 好所以我們這邊跟大家來聊到 說70塊以上 你必須第一個很重要的 你那個時間點 應該要放在第二季了 第一季的時間 可能時間還沒有辦法 就是說讓玉米可以很快速的 拉高股價到70塊以上 所以你套到70塊以上的投資朋友 你必須得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第一季即便是投信的作帳 因為外資跟投信的對作 還蠻明顯的 所以你比較沒有辦法 那麼大的希望 可以看到玉米可以快速拉到70塊以上 那這個部分 他必須得再透過時間的整理 然後第二波的公式 由外資也一起來拉台 這個玉米的股價 他有辦法就是說 讓我們這一邊 可以看到70塊的玉米 或者你套在70塊以上的 玉米的投資朋友 可以有機會來做一個解套 好不好 那我們就針對外資的持股 跟大家來去做一個解析 其實最近這一年的時間以來 外資針對玉米的持股 一個最標準 真的說外資看好 或是真實在拉台這張股票 他的持股張數其實在這個位置 11萬張 11萬張的水準 所以基本上在第一季 也許機會還比較渺小 但是如果說第一季過後 三月過後 整個你要看到玉米 能不能供到70塊以上 外資的持股張數 能不能拉到11萬張 就變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外資現在針對玉米的持股 張數大概是82,160張 這是上個禮拜我最新的數字 距離11萬 大概很明顯的 還有將近 28,000 所以在這個數字來講 也許對於你手中有玉米的投資朋友 你就可能要評估一下 如果外資在三月份過後 還是沒有辦法 去把持股張數積極的做拉高的話 那玉米這張股票 你是不是得在投信作帳 利用投信作帳這段期間 第一個我們逢高做換股 第二個部分 好你需要透過時間 來去做等待的話 如果你在6月份 就你在6月5月這兩個第二季的季底 第二季的季底 如果沒有辦法看到 還是一樣 外資沒有辦法看到這樣一個持股比 這種水索 你到時候還是一樣 必須得還是利用一個機會 來做一個逢高做換股 做一個調節收回資金 然後換股的動作 好不好 這邊還是要做一個提醒 因為投信在第一季 三月的做帳來講 有選擇玉米沒有問題 但我們現在沒有辦法知道說 三月份過後投信做完帳了 會不會持續把資金留在玉米身上 如果三月份過後 投信做完第一季的帳 後面還講的話 他沒有選擇玉米資金 跑到其他地方去 好 你手中有玉米的投資朋友 你就變成說 外資跟投信就變成是一個 雙之肉雙雙的 資金都離開他身上了 好不好 所以這邊我就必須要提醒 盤面上面的資金 它是輪動的流動的 那眼前這一邊大盤還沒有走到一個 全子股跟所有的中小型股 一起往上走的階段 在眼前這個狀態 你必須得 隨著資金的輪動跟流動 來去選擇 你手中的持股狀態 好不好 這邊還是要做一個提醒 好 那當然了 我這一邊就比較沉重一點 你手中如果是套在玉米70塊以上的 或者是你現在 如果空手然後再評估玉米 當然能不能買進的 那很明顯的 你60塊到70塊會變成是一個 操作的一個空間 那當然有一個必須要留意的 就是說時間 我們就在公開的節目 跟他提到 你投信的作帳 你真的不要等到那個月底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中旬3月中旬 如果能夠在65塊這一邊看到投信 還能夠維持拉高十股比重的話 我們才去看說好 這個3月份的投信作帳 可以讓玉米有機會去接近70元 但是如果說在3月15號過後 玉米在65塊的股價這一邊 如果沒有辦法站得穩 那就切記了 你還是一樣 要在這個時間點逢高的 還是要收回資金 不要真的等到後面來講 你真的等70塊 籌碼面他會告訴你 一堂股票的股價能不能向上走 向上走的力道跟時間 他決定在籌碼 好不好 所以現在62.7元 是玉米現在底部翻載以來的高點 我們已經告訴大家了 3月中旬大概看65塊左右 65塊這一邊如果投信 還可以穩住現在這樣的一個直股張數 當然了70塊我們再去做一個期待 如果沒有投信持續這樣的拉高直股張數 那你在65塊過後 還是要快速的逢高 要做一個拔檔或是收回資金做換股 好不好 這是給大家綜合一個建議 針對每週一股的活動 我們還是一樣會持續來做進行 畫面上QR Code 大家直接掃描 可以針對你想要了解的股票 進行留言 只要股票的代號跟名稱 留言給我看到按個加1 我們每個禮拜會針對最多投資朋友 想要了解的股票 來做一個主題式影片的分享 好那當然最後啦 教老師的YouTube頻道 也歡迎大家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你將可以鎖定我們每一段 分享給大家的主題影片 當然啦 過往每一段的主題影片 如果已經錯過了 你也可以針對YouTube頻道這一邊 來去做搜尋喔 好祝福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下次見囉